《易经》里面讲圣化 生物化学 为什么呢 你看它第十八卦 古卦 其实这个讲圣物 古卦 这个山里面有风 那个风是什么 就是空气 但山里面的空气是不流通的 所以它是什么 三个虫 这是正字 正字里面这个古墓 就是三个虫 那我们现在简体都写一个虫而已 它有很多虫 叫三个虫 这个虫代表什么 代表着生物 很多生命的变化 在《易经》里面早就讲 你看我们现在生物学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就是我们发现到在DNA里面 它有四组的密码 叫ATCG ATCG是什么 就好比我们有一个细胞 但细胞是被射击的 这个是 这是A 这是T 这是C 这是G 这个ATCG 这ATCG的一个呈现 就好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个螺丝钉里面 它可以锁在这个螺丝钉的那个钉口 形成两个一组 这一组里就是ATCG 结果我们发现到 总共有六十四组米 不是不独有我吗 这个非常有意思 它也是从细胞 它的塑精 塑精卵 塑精卵里面你看不到什么东西 除非我们现在用电子线维钉 它是一个卵子 配合精子着疮以后 变成这个所谓的塑精卵 塑精卵开始分化 它应该是一个塑精卵 就不同这样的一个塑精卵 它开始分化 变成仿吹体 那仿吹体承受以后它会分开 变成两个仿吹体 就这样一二二二二四 八十六三十二六四 不断的一直在分化 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 在中医理论里边 它有所谓的前席概念 前席吸收 从眼睛看前身 从鼻子看前身 从耳朵看前身 从手掌看前身 从脸可以看前身 从脚可以看前身 为什么呢 它尤其是分化 分化成内胚层 分化成外胚层 有一理由外 外胚层 分化育成我们的眼耳鼻舌 然后我们的眼睛鼻子啊 耳朵啊 嘴唇啊 内脚里边变成什么呢 变成我们的心肝脾胃症 心跟小肠 肺跟大肠 肝跟胆 胃跟脏 胃跟脾 胃跟脾 膀跟肾 就这样一直分化 一直分化 有内有外 所以我们股脏六腹有病变 我们体表呢 就会有反应点 这个反应点叫什么 叫天翼穴 这个天翼什么意思 我按理 是不是这里啊 阿四四四四很痛 所以天翼穴又名为阿四穴 阿四四四四四 所以形成的内外胚层 因此你有这个概念以后 致病就很容易了 我们为什么可以说 一针再所百病计消 废事人巧 神针难料 这个神针度势 它找到这个穴位 它就可以直接 对你臟病变的协调 起得有效的病变 有效的人生料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从骨 一直衍生 一直衍生 然后从一个细胞 变成两个细胞 变成四个八个 十六个 三十二个 六十四个 四千零九十六个 一直在衍生 一直在衍生 形成我们这样一个完整的个体 古阿 第十八卦 这个十八卦的数非常有意思 九乘以二 天地数 九二十八 这个叫天地数 九其实就是前二就是困 前困九二 所以你看干细胞里面 就是讲这个干细胞 骨 骨 在初九 初遥的时候 干副之骨 二遥的时候叫干母之骨 三遥的时候又为干副之骨 干 干细胞里面 骨 古时候 文王怎么知道什么叫干细胞 我们现在有干细胞的理疗方法 有干细胞的培植 从我们的组织里面去培养干细胞等等 疫情里面早就清楚明白讲了 他在第十八卦 古 古卦 古卦里面我们讲的百虫像 人体就是一个百虫 你只要人过世没多久 半天 你的肚子就股脏起来了 一肚子里面就是丑头了 所以我们就是趁他会臭屁 在古时候 最近把你讲 原来古 就是讲什么 讲生物的概念 生物化学物理 统统在疫情里面 而且这个数 从第一 第一卦 第二卦 第三卦 第四卦 第五 六七八九十卦 这个卦里面 通通是讲疫情最奥妙的所在 数 它有数 然后你看十二卦 你看十四卦 二十一卦 二十八卦 三十五卦 四十二卦 四十九卦 到五十六卦 五十六卦 五十六卦 没结束 还有一个六十三卦 这个每一个卦 按照树里面 你去看它 都有它特别的海域 这个就是密码 我们讲疫经它有密码 有密码以后 你可以看到 潘斗拉的密码 这个潘斗拉 是我们的黑盒子 是我们人体里面 最耐人寻慰的所在 前记录 完全的把它记录在这里 所以只要有兴趣看疫经 你就把物理化学生物数学 以及说现在的所有哲理 完全扣然在其中 所以我们才会讲 意志为数 广大喜悲 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易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好 谢谢 非常散步 谢谢